农 农 农 小朋友 我刚才买了好多蔬菜啊 你看 这些蔬菜都是农民伯伯 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哦 你看 这个字就是农 农表示农业 种植粮食蔬菜 饲养猪 鸡 牛 羊 这些都是农业哦 你看 农子的上面 像农民伯伯扛着的锄头 下面像农民伯伯甩开手 岔开腿走路的样子 真有趣 哎 那里还有农民伯伯在种地呢 农民就是以农业劳动为职业的人哦 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农民 我们吃的瓜果蔬菜 鸡 鸭 鱼肉 这些都是农民的劳动成果 农民伯伯很辛苦的 我们不可以浪费粮食哦 好了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农村吧 农民一般就住在农村里哦 农村就是农民们居住的地方 农村跟城市不太一样 农村里的人没有城市多 但是环境比城市好 在农村还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呢 今天我们学习了农这个字 农字可以组成词语 农民 农村 在农村 在农村我有好多没见过的东西呢 待会儿我就要问问农民伯伯 那些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